接下来有请十六号选手李晓文带来南京 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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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今天能夠進入這一盒 讓我有機會唱我最最最愛的方大同的故事 送給大家一首男音 給大家講一個蝦子阿餅的故事 好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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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彈的墨鏡 看不到而覺得 眼影有多麼濃濃 身體的身體 先練習著耳朵 是經前淚出了血腹 回家路上有他老婆 招呼著拉走著那一句在最該懂 不知道路過的聽到的免費的 有沒有因此心痛 可是下一個畫面裡 他就走在街頭 放脈著他的頭膜 學話就加重 忘記的想像中 他來著等待著 誰會到耳朵 音樂沒人懂 大笑要人懂 因為他真的很熟 西黑被風中 飄渺的燭光中 他想他走 能為人們走出彩虹 音樂自己懂 也要用聽著沿途天亮 他命運的燈 而吹音樂 他在乎光鴻與浮沫 在家裡都聽著 想像他們的臉孔 流淚或滿天穿風 那不是他英雄 他自想像的臉孔 也常見的消失在 那夜的青春中 學話就加重 擁擠的小巷中 他拉著等待著 誰會在耳朵 音樂沒人懂 到時候有人懂 因為他真的很久 西黑被風中飄面吧 像他總能為人們走出彩虹 沿途天亮 他命運的燈落 而吹音樂 他在乎光鴻與浮沫 在乎光鴻與浮沫 那不是他人的心 那不是他人的心 尖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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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得很不错